警局外突然出现好几辆机车来回徘徊还明暗喇叭挑衅 第一次看到警察没人出来 其他人继续在外呛响 远警呼叫支援 骑车追上 一看到警察来了还想逞英雄 但一个不小心骑车还自帅爬不起来 三名少年起先还不想配合 远警说什么都不想听 有人看见同伙被远警压制 这才想找理由替自己解围 不过骑车逃窜还逆向 全程都被拍下来 大半夜的这群少年不睡觉 突然骑车都派出所谓闹事 骑车竟然是想帮女性好友出气 新北市行装远警巡逻 发现有少女没带安全帽 双载骑车去买鸡牌 伤前确认身份后将人带回 并通知家长 没有想到两个人一发现不对劲 早早就传讯息给朋友求救 五名少年想救美 竟想出大闹警局的戏码 骑车机车统统被逮 不仅设犯妨害公务 连同无罩 美安全帽 口罩折车牌 还有逆向骑车 一向向罚款恐欲两万元 少女的男友 竟然为了替少女强出头英雄救美 救伙同另外四名年轻男子 骑车三辆机车 在拍手外头不断的叫嚣 违规的行为 美共开出了两万三千元的罚单 五名少年两名少女 全狼狈进警局作笔录 原本还想救美 这下全部都通知家长 以一代回 实在有够尴尬 TVB新闻陈冠宇 王震燕 叶军 请回收到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